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到同仁医院第四十天的时候被举报和抓捕 我想问你小右手 你口口声说北京的孩子都很聪明 我想说有精油子 更确切的说是北京的父母就在孩子旁边 许多父母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去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北京的父母被打死在各个路口 六四之后确定的死亡数字有很多种 我们就按照我党红十字会的会长 八九年的会长在香港出的一本书 有八百多人 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 你说没有北京的孩子 天文文母亲 丁自林的孩子不是北京的孩子吗 张贤林的孩子不是北京人的孩子吗 那里有一堆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一个一个给你 好 我可以不用那个词 二十三年前 北京人很有种 这有种的北京人 你操着这样的普通话讲 合适吗 同样的 我一直说我以史为鉴可以知青帝 以人为鉴可以知德师 一些人从未认真的了解这段历史 这个字在这里都是被平地的 这段历史都被封锁的 你知道什么 你不过是作为一个屁民 看看中央电视台了解的 谈到四君子 所谓的 在我巴黎 到我在巴黎取 2008年11月20号取出子弹的时候 刘耀卑就给我打了一电话 我们的联系更多 他不会有你这样的底气 也不会像你这样去说 对那点历史 他每天都很痛 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说 这是给死难者的 你不要羞辱我们北京人 我们北京人 国去国民党来了也是欢迎 军阀来了也是欢迎 日本来都是欢迎的 解放大军来也欢迎的 就是23年前他们没欢迎 北京人那么有刚 有种 别跟我这儿用砍这个词 你说的话 可能 在那个国度给当成屁民 我这两个字说的话 却不一样 突破封锁看一看 不用突破封锁看看 看看巴黎等于章那两个字 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念他们的名字 活下来的 对他们来说 都很沉重 都需要封闭 不要那么评价我们北京人 好吗 没有意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北京人 是的 你跟24年前我党的一位宣传员 说的一样 全美军人那么多 走到广场有多少 全中国人那么多 干出来有多少 有一个统计 当15%的一个国家 15%的人站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全部了 不要再用谎言 编织谎言 如果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 自己琢磨一下 当那年镇压之后 死了那么多人 伤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被关进监狱里 你所看到的 你提的那个名字 主动策划另外三个人 到中央电视台说 没有死人 我没有看见死人 我张剑活着 今天活下来 就是见证死了人 我们一车四个人 去了同人医院 只有我一人活了 我走的时候 是凌晨三点半 以前 我们后来统计了 许多数字 在那边广场上 死的人都是谁 是谁 你想要 我可以给你 那人死了 家属还在 他也愿意跟你交流 不要总是说 一帮小孩被蒙屁 我们留下来的时候 每人都写了血书 是的 我们没有想到 会那么残酷 会那么 法西斯 是的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都没这么干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你可以说 这帮人该杀 别跟这儿侮辱 北京人的尊严 也不要把北京 所谓的 精骗子 那点东西 在这忽悠 做个屁民 就是屁民 你好像所谓的 认识我们当中一些人 每个人多少年之后 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不要紧 我们没有说 谁的活法怎么样 但是我依然正活着 活着就是证明 你只要欺负老百姓 我永远站在你面前 不要说什么仇恨 那些事都过去了 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可以用法文跟你交流 我也可以英文跟你交流 我不想卖弄这个 我们有这样的水平 用你们的话叫煽动 但是当年没有 怀着最朴素的爱国之心 我昨天已经放了 白岩松的讲话 为什么有良心的中国人 会那么讲 没有良心的中国人 还自欺欺人的 会那么说 还用我们北京 青油的那点状态 我不想说话 是我们北京人吗 1949年 北京人不到200多万 对不起 你们不是我们北京人 我是祖祖祖败败的北京人 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时代 我们称为3.0民主革命 各位中国民主运动的同仁 各位前辈 各位朋友 各位师长 今天我和诸位探讨 中国民主运动 在新的政治文化生态 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科技时代 新政治发展形式下 我们自有民主革命斗争 所呈现的一个新的方式 我称之为民主革命的3.0大时代 我想诸位都庆祝 互联网在今天日新月异的进步发展 纵观中国民主运动的进步 也是和互联网技术同步进行 互联网最早是web1.0时代 人们制造了一个网络平台 单方面提供更多信息服务 争取更加多的点击支持率 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新浪最初就是以技术平台起家 搜狐以搜索技术起家 腾讯以即时通信技术起家 早期的动态网 大纪元时报 博讯等等网站也是如此 有管理团队 有信息发布 但是反馈不及时 互动就不够充分 当然现在他们技术早已进入了3.0时代 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 就是如此 一些领袖 一些知识精英 策划组织建立民主三角形成 民主沙龙 或者民间杂志 或者笔会 研讨会 画展 游行集会 抗议绝食 等方式 表达自己的诉求 争取 自己的权益 无论 无论是贴大字报 小字报 使用大喇叭 小喇叭 一个人的演讲 还是多方串联 这都是一方直接对多方社会大众的宣传模式 就是1.0的民主革命形式 那么1.0民主革命的形式 要求必须形成精英的群体 带领宣传鼓动 而支持者 也就是被煽动者 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 就是1.0样式的民主运动 这种民主运动具有时代的特征 也同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专制集团只要对运动精英进行逮捕 驱着 流放 迫害 在监牢里消灭 在肉体上摧毁 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到一些 禁锢的目的 同样 专制独裁者也利用资源优势 利用分化瓦解 堵塞信息 制造矛盾 威严 耸听 使得冲动双方无法有效的妥善和磋商 结果就是两方缺乏令人信服的协商机制 温和派往往被抛弃和无所作为 极端革命派往往此时占上风 冲突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1.0时代的人们 牺牲的精神和抗争的精神 永远值得称诉 结果那牺牲是何等的巨大 独裁柜子手 踩着挨挨白骨飞黄腾达 自由战士也踏着血泊 勇敢前行 那么互联网进入web 2.0 就更注重用户之间的相互作用 用户就是网络内容的浏览者 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所谓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就是说互联网上的我们每一个用户 每一位网友不再仅仅是互联网上的读者 同时也成为互联网上的作者 不但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冲浪 同时也成为波浪的制造者 在模式上由单纯的读 向写 以及共同建设发展 由被动的接收互联网信息 向主动的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 从而更加人性化 比如我们的推特 脸书 Facebook 博客 微博等等 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群体 每一个人又都是什么 领导者 那么2001年春天的时候 北非的茉莉花革命 连带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充分展现了2.0民主革命的特点 人人都是参与者 每一个参与者 都拥有自己的小群 每一个群主 又是一个个领袖 2.0网络民主革命 所倡导的以人为本 草根创新 开放创新 共同创新的概念 就是Web 2.0的核心理念 我们大家互动 分享信息 所有的网络行为 都可以用互动 分享 关系的概念 来诠释 那么2.0民主革命的宣传 不再只是过去简单的道德说教 价值上的灌输 而是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参与者切身的利益 和愿意 我们彼此互动 分享 和彼此的关系 比如在中国国内 在南京 在厦门 等地 包括在启东 发生的那些活动 大家想一想 都是2.0革命的产物 2.0民主革命的宣传 不再是过去简单的道德说教 而是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参与者切身的愿意和利益 彼此互动 来达到他的作用 他们的私聊房间总是影响我 因为我这个级别太高了 他们任何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这大概就已经提前进入了3.0 但是 我们从事网络 2.0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当然有很多契机 维权示威活动 无论通过环保 还是通过征地 等等这些集中体现 争取到我们国家 微观民主的胜利 因为我们大的制度 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在某一地区 甚至在某一小区 某一个个案里 它的成功 就使得我们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在这样的呐喊当中 在这样的牺牲当中 在这样的 努力的争取当中 取得了进步 这就像一条河流 一个村庄 一个城市 就是点滴的环境的保护 就是一块块的土地 他们可以在现有体制之下 取得一点胜利 就是胜利 这虽然不是宏观民主的变革 但是确实 微观民主社会的胜利 这种胜利 不断地累积 就从质变 到量变的一个突变 那么中国的互联网中心说呢 那么现在中国的网民数量 已经达到5.38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 那么2012年上百年 网民就增加了2400多万 那么中国的手机 网民达到3.88亿 较2011年增加了3270万 网民中用手机 接入互联网的用户 比上百年的69.3% 升至了72.2% 已经突破了1.6亿人 那么1.22亿人 透过宽带上网 4430万人 则以手机终端上网 那么这里我们值得提出的是 城市网民的数量 远高于农村网民 垂涨着巨大的这个鸿沟 但是这些数据 恰恰说明了互联网的发展 那么中国民主革命 也由之 进入了互联网的 外部3.0时代 第一就是 即时性 中国乃是世界各地 民主维权信息 第一时间传递到 所有期望到达的目标 中国海内外民主力量 就是透过互联网 等一系列多维 多渠道的技术支持 直接作用到具体的 中国民主运动上中去 而且立刻 见到效果 原因是现代互联网的融合性 我们民主革命 现在不只是通过计算机电脑 还通过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PC IPTV 卫星电视 数字系统 其他智能终端 我们用音频 视频 数据 跨平台 多方信息交流的融合服务 可以采取破网软件 代理服务器 及时下载 远程放送 多种方式突破中共的互联网封锁 及时互动的用户体验 新时代民主完全个性的 定制服务呈现 比如说我们今天 这个奇特社区 它就是一个定制性的服务 我们的房间更具有定制性的特点 那么每一个网络使用者 我们可以自己主导我们的信息服务 那么我们这个外部3.0 这个民主革命时代啊 就催生出一个新的亡国 这个亡国呢 不再以过去地域和疆界进行划分 而是以兴趣 语言 主题 职业 专业 进行这个聚集和管理的王国 你有机会打造出一个新的互联网王国 而成为一个国王 有可能在互联网王国的民主竞选中 成为网络总统 组建网络会议 那么我们坚信 只有互联网有效的集结 才会才有机会在现实当中坚强的出现 外部3.0民主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在3.0的时代 你不仅仅是民主革命的据点 你还是民主革命的亡国平台 因为也许你的邻居 就是你敌对阵营或者不同观点的平台 尽管在无限量的这个空间里 我们有很多的自由 但是我们既要有斗争 也要有交流 因为在这个巨大的资源 是公共的 比如说我们在其乐社区 包括我们在一些其他平台 这是公共的 那我们隔壁也许就是反对我们的 那我们大家要在一个公共平台 要守一个公共平台的规则 有一个超越不同网络平台之外 政治歧见 民族矛盾和宗教出度之外的网络 法律制度边界 要求大家来遵守 这就是我们在网络这个亡国可以做到的 那么3.0时代呢 要求我们要有斗争 也要有对话 有妥协 也要有交流 有沟通 而现实民主革命进程 也需要同志们朋友们呢 彼此沟通 和对手沟通 甚至有原则的适度妥协 力求双赢 这是政治斗争必须的 所以说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问是不是最近 关于中国的宗教和其他的做一些行动 我的劝告就是 我们必须首先要保存自己 特别是国内的朋友 一定要保存自己 我们有些时候 必须在中国的这个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玩 不然我们过早的付出那么多牺牲 是不值得的 那我们可以举例以前乌坎的事件 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语音平台和乌坎 KOK群发生联系 当时我们是黑眼睛看世界 是在RC语音 透过网络和电话直接和他们深入交流 声援他们提供信息 而且联系国内外的媒体 同时电话网络联系乌坎的村民 坚硬境外的媒体 而乌坎人民在斗争中也很有策略 有抗争有妥协 有示威抗议 又是进退自如 而我们所做的只是无条件的支持和声援 而不是指挥或者利用 可以说原始的中共当局的打棍子扣帽子 这个1.0式的那种维稳的这个方式呢 已经不行了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新的进展和方式 以及早期的中共的刚性维稳和老百姓维权抗暴 这种1.0的模式 那么延续下来 我就是说中共当局的打棍子扣帽子 那种1.0那种刚性维稳和现在老百姓的 这个村民的激烈的这个维权抗暴之间的这个矛盾 如果延续下去会尖锐对立 你死我活 流血杀头的模式 但是这期间在强大互联网 电话 数字媒体 卫星电视的策动下 乌坎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地方 恰到好处的双方都出现了0.5的这个和解机制 两个1.0加上两个0.5就是典型的 朴素的3.0样式的维权抗暴 胜利百本 那么专制政体得以长期生存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其能够阻止各种不同的反对势力 联合起来进行集体行动 那么一旦这一能力退化 甚至消失 专制政权的生存 就成了问题 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呢 目前中国集体行动啊 呈现多样化和高频的特点 而且这些这个群体事件 还有其他形式的和平抗争 和网上群体性的事件 这类事件的爆发评论在过去十年里啊 以这个倍数增长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趋势呢 使中国政府的这个维稳成本大大的提高 而且其微信呢 大大的降低 这里涉及弹性的抗争 微观的胜利策略 这里也涉及在互联网 他们所建立的我们的KOK群 这也是3.0样式的体现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弹性的抗争 就是一改我们民主自由人士 维权 抗暴人士硬碰硬的方式 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向来不怕牺牲 所谓铁窗民运 铁窗基督 铁窗信仰者 铁窗维权人士 比比皆是 3.0民主革命的方式呢 以牺牲最小 无组织 无领袖 无旗好 却是做出比有组织 有领袖 有情好 更大的事情 那么他们的存在呢 给专制者如盲在刺 如刺在喉的感觉 除也除不掉 除也吐不出去的感觉 那么中共专制利益集团的 刚性维稳和这维权抗暴 民主革命的弹性抗争 遥相故意 在干什么 你们其他人在干什么 你们没事在私脉上 不要那个乱用 如果你们要是继续在私脉上 胡乱使用的话 我就指着我关闭私脉了 因为我正在做演讲 在交流 你们上私脉会影响我的房间 演讲的正常交流 谁在上私脉我就只能封闭了 那么呢 我们网络民主交流语音平台 许多年前就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使用中国的这个语音软件 最早的雅虎 碧疗 新浪 UC Skypecast ParkHawk WeWe和Ispeak 呱呱视频 台湾的RC语音等众多国内外软件 最后就是台湾的RC语音平台 喂 能听见吗 那么这些语音平台呢 我们使用了很久 这里还有最近我们一个台湾的软件 那我们在RC的时候呢 我们有300多个骨干的IPID全部给封闭了 中共这个手段之独辣 是中国大陆网站很少用的 而且他们还竟然渗到台湾 有人说今天中华民国没有灭亡 我看从网络来说灭亡了 没有灭亡吗 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合作的一个RC软件 它就是很有计划的策动了 对我们全部的封锁 在中华民国的网络土地上 这难道是简单吗 那么我们坚持网络语音视频 邻主宣传交流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在有往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朋友 积极参加我们的语音平台交流 这期间风风雨雨 辗转国内外众多的这个软件系统 无数次的被封闭 无数次的被破坏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尽管也有掉队的 那么在我们的平台 集中许多国内外的这个自由民主高水平的这个观察家 学者和辩论者 我想在这一点 我们是应该是很清楚的 那么我们使用语音平台 现场 转播过瑞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关于中共践踏人权的听声会 在我们的平台 集中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 关于中国敏感话题和关注中国 大陆的大小突发事件 人权威胁事件 我们用语音平台 现场转播了德国柏林召开的 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 我们使用语音平台 现场直接和乌凯维权抗暴的村民联系 声援他们的行动 我们使用语音平台 支持和声援中国茉莉花行动 我们感动其中一位 网名南国风光青年的聊友说 现在不去上街 什么时候上街 我们感动另外一位秋夜女聊友说 你们可以掐死花朵 但是你们无法掐死春天 我们使用语音平台 给国内外朋友广播自由世界的声音 以及历史真相 中国民主运动先去魏京生先生 胡平先生 王俊涛先生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 风春德 温尔开西 雄炎方正 法国汉学家 马黑豪斯曼 还有我们西藏的藏汉协会的负责人 等等等等 都来到了我们的平台演讲交流 引起巨大的呼怒 高峰时刻 通过不同的互联网 有很多人同时聆听 互联网将我们相隔千山万水的距离缩小到我们和电脑的距离 甚至是零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和电脑的距离 我们可以举行国内外民主同仁的大行盛会 欢迎朋友们把我们的其乐社区多多张建 一万零三房间介绍给朋友们 与世界分享你的自由 中国民主力量面对共产专制 似乎力量很悬殊 几乎枪杆子 刀把子 钞票子 话筒子 都是党国罢控 不难发现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 为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 提供了催化和放大的功能 由于信息革命和现代通讯技术 已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较少的一部分 而且很难想象 有政权 有勇气 很有能力 使中共回到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中 中国静悄悄的政治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今后会发出 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和相互作用 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字 所具有巨大的潜能 无尽的力量 我们秉持事实日神圣的 评论是自由的原则 共和真理的子弹 普世 价值的宝剑 如同千斤万马 飞向专制独裁者的老巢心脏 党国专制者 知心妄想 妄想 妄想阻挡自由民主大潮 那才是唐毙党科 历史已经证明 他们必然失败 我们知道中共专制者 谎言暴力后面 虚弱的内心 他们害怕 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的 挫磨 会淹死他们 我们在长期的网络交流 民主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建立了坚强和具有奉献 服务精神的团队 他们的默默奉献 给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张建作为一个流亡巴黎的六四学生 我十分荣幸透过互联网认识这些国内外的朋友们 他们既是虚拟网络的 也是活生生的 有尊严的 渴望自由民主的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他们的鼓励 支持 帮助劝勉 使我们有莫大的动力 特别是看见许多青年人 走到我们当中 勇敢的发言 积极的求索 不断的给我撕下屈膝 探讨正义真理和良知 我感觉到我们过去的付出不是汪费的 八九年的血没有白流 泪没有白流 他们还记得我们 愿意结识我们 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 我将其中一些网友的网名 编辑成顺口溜 调解我们的一下气氛 和专制者斗争是快乐的事情 可以使人年轻 因为你的多方面细胞 都会调动的很快 我把这些网名呢 编成了顺口溜 念给大家听 美国其诺 尖敌黑鹰 智慧石头 曹飞之老雷论道 埃巴拉无奈越狱 大陆三淡 魏清新中华三民党 漂亮宝贝 向儿功名无名 农民功向往大唐皇帝 七七七在屠宰共产党 小冬采集 居东篱下走向共和 马子董淡定 奉思江小五 原来如此 他拒绝遗忘 游戏地球 车磨寒寒 流平惠琴维权 是道法自然 文武思考敌 江南剑客 老K梁山 具意时代精神 肖乡草民 呐喊菩提树下 谢民欲敌公子 金幼崇阳 我们在和网络五毛 王景的战斗 逐渐成长 不断进步 澳洲五毛局长 不敢苟同 脱毛江南 风狗万达 顿行 东方司马刚 砸刚 小四缝王里俊 民国范儿 上海德纲 小辣椒银湖 锅一百 梯姆联邦 共产专制者的 专制破妙 已经摇摇欲坠 什么时候倒塌 只是时间的问题 也许偶然 一只飞鸟 轻轻溅落的鸟粪 滴到了 那个 将于倒塌的房上 它就轰然倒塌了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上天要灭专制 利益集团 这是人神共分 中国这些年来 共产专制者 制造的人祸 和匹配的 实无前例的天灾 几乎成正米 这就是一切专制 国家灭亡的直接原因 在所有 可以有自由声音的 国内外网站 都有我们自由的 民主斗士的 和自由精英 和专制者战斗着 有我们在的地方 那些五毛网 都只剩下咬牙切屎 和气急败坏 因为 这个腐败 没落的专制机器辩护 实在是有难度 使用 这块专制麻布 麻嘴 总是不会有好味道 所以在每一片 自由的网络 舆论的阵地上 每一片阳光下 他们总是失败 因为为专制黑暗利益集团 维护的虫子们 建光死 让我们努力的向着民主的中国 奋斗前行 我套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一本书的一个名言 我想 我们也可以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上帝给予我们 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因碌碌 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 无为而羞耻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说 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 和全部的精力 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 最壮丽艰巨的事业 为了中国 乃至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 和解放 而斗争 我们今天 坐穿专制者的老底 面对他们的枪林难语 为此颠背流离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亡命天涯 被跟踪 被喝茶 被威胁 被监视 被失踪 被辱骂 被谩骂 被侮辱 被自杀 被精神病 就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不被跟踪 不被喝茶 不被监视 不被失踪 不被谩骂 不被自杀 不被精神病 让他们在共和国 自由土地上 自由的呼吸 快乐的生活 这是我们责无旁败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将这种惨无人道的共产专制制度 遗留给我们的子孙 那是一代人的耻辱 在我们这一代上下必须做一个了结 在我们这一代必须做一个了结 大江东去浪投进 多少风流人物 我们根本是草民沉沙 历史的偶然叫我们澎湃浪尖 结束一场专政 建立民主共和 就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也许我们当中多数人 会成为中国民主运动道路上的铺路石 但是我们愿意 假如有什么遗憾 我们唯一遗憾的就是此生只有一次生命 奉献给我 给我们多灾作难的 伟大可爱历史悠久的祖国 中国 让我们充满着希望 迎接民主革命大时代的到来 黑夜已深 白昼将至 所以同志们 朋友们 网友们 我们每天 都在书写着历史 我们就在历史当中 我们就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 不要以为我们今天 一个小小的房间 在KO群上一个小小的发言 你写的一排排小小的自由民主的信息 它都会产生无尽的力量 语言是有力量的 文字是有力量的 这才是共产专制者 他们可怕的 因为我们能够揭露真相 让这些专制者 在这真相面前垮台 我们和专制者斗争 就是坚持 你继继续坚持 遗忘 你拒绝遗忘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以为我们每天 只是在这里 我们没有虚度光阴 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刻 只要活着 就是要揭露专制的虚伪 今天你影响了一个人 今天你影响了一个网友 就是从共产专制的邪灵里 拯救了一个人 有些朋友 不理解这是什么 我们谈及很多次革命 革命有很多种 有现实当中的革命 拿起武器面对专制者 也有我们生命的革命 我们思想的革命 我们灵魂的革命 我们透过互联网 把更有真实的信息 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透过互联网 揭露中共的谎言与暴力 我们更多的朋友 网友 就更清楚的了解他 在他们内心深处 思想深处 发生深刻的革命 朋友 你今天这样的改变 不是普通的改变 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因为从那一刻起 你就脱离了共产专制的挟制 真正的基督徒 他不会认同 共产专制者的谎言 和卑鄙的行为 真正的 其他的信仰者 也是如此 一个真实 善良 美好 忍耐的 充满着上帝 爱的团队和个人 对那些谎言 暴力 假恶暴 所高化成的 共产专制利益集团 本质上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在抢救灵魂 也在抢救生命 我们 每一次改变 就是一次革命 我们每一位 都是一位战士 为真理做见证的战士 为自由民主 做见证的战士 我们每一位 都是理想主义者 都是一个梦想家 因为我们的梦想 就是让中国 必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而且必须是在我们这一带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努力 奋勇前行 今天黄看世界 专制独裁国家 一个个灭亡 我们以前 认为是动土的 北部非洲 这些国家 阿拉伯世界国家 都在一步步的走向民主 在莫里发革命的风潮下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也认为是动土的 很多的地区和国家 都发生变化 甚至缅甸这样军政府国家 昂山素季都说 我们存在就是一种胜利 记住大家 我们存在就是一种胜利 我们有尊严的活着 就是从胜利 走向胜利 让我们期待 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美好的未来 上帝保佑中国 God bless China Mundu Praise Mundu Mundu 感谢观看